我们都知道,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革命烈士的决心和奉献都体现在这一次的征途中,有长白草的张思德,有将义务留给别人自己冻死的老红军,钓鱼却不舍得自己吃的班长。 这些人物皆都伟大,为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牺牲精神,为了这些牺牲在长征中的同事,千千万万走完长征的战事,带着同伴的期望和使命,在之后的每一天都在为国家的解放而努力着。 这一篇文章写的就是一位女红军在她的人生中,她如何以她自己微弱的力量在为革命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今天就带你认识长征中的女红军,邱依涵。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我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也不会错过最新的内容。 1934年10月,因为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中央被迫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长征之旅。 这一切似乎有些原因,因为前四次反围剿虽然成功了,但第五次开始时, 指挥权却落到一个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手里。 李德虽然有才,但他不了解红军,不了解中国当时的战争情势, 硬是托着红军和敌人应客,使得敌人一下子打进了共产党的中央区域。 这次的反围剿行动,从指定指挥时就已经失败了。 以红军的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人数和国民党是比不了的。 中央部队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只能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 而在长征的三十万人中,有这么一些女红军, 她们经过身体和意志的考核,加入了长征这个漫漫征程之中。 朱元帅曾评价过这些女红军。 当初想要加入红军的妇女很多,但女人的体质太弱,又有诸多不变, 所以当时红军是不想收下她们的,好在她们的决心很强,又肯吃苦耐劳,比一些男同志都坚强。 这是一种荣耀,是和革命艰苦奋斗的最好证明。 而邱一涵就是这其中一位,当时跟随部队出发的女红军其实并不少, 到后来总共有两千多位,但最终走出来的却只有几十位。 涵有十个是当时领导人的妻子,这一共三十位女战士被人尊称为三十位红军女领袖。 当时长征的条件之艰苦,从毛泽东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就可得而知。 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 当然那些人也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出发的, 路上除了国民党的追击,还有艰苦恶劣的环境, 这些人大多牺牲在了追击战之中, 当时的女红军队伍也曾和敌人发生过正面冲突,导致伤亡惨重。 当时邱一涵在广西境内渡河时, 敌击在上空发出嗡嗡的巨大声响, 一边往正在前进的红军队伍附近疯狂抛炸弹。 邱一涵眼看着一枚炸弹往自己这边降落, 急忙往旁边躲,爆炸声随之在身边响起, 连邱一涵身边没来得及移动的马都被炸成了蚕食碎块。 邱一涵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耳膜却被爆炸声干扰,留下了耳背的毛病。 虽然长征的路上并不止这一个苦难, 因为红军征程走过了不少地方,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染上了无名肿毒, 只能吊起手臂。 在这摸爬滚打之中,邱一涵的眼睛也摔碎了, 他在长征前就近视, 在这种艰苦环境中连吃的都快要消耗完了, 别说再去哪里弄抚眼镜了。 邱一涵没有抱怨自己的倒霉, 只是拿着残破的镜片磕磕绊绊地跟上了战友的脚步。 看不清路,他就扯着战友的衣角, 牵着马尾巴, 哪怕路上坎坷不平, 他也不肯落下一步。 爬雪山过草地时是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期, 许多战士死于寒冷和饥饿, 有因为条件不允许带走他们, 这些战士只能永远留在长征的征程上。 但邱一涵在过草地时, 看到一位红军饿得不行了, 还是决定将自己仅剩的一点食物分给别人, 自己靠着啃草根撑了几天几夜。 又在过雪山时, 邱一涵不幸扭了脚, 一头栽进了雪地里, 爬都爬不起来, 丈夫袁国平将他扶起来, 劝他骑马歇一会儿。 邱一涵却说, 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马还是留给受伤的战士吧。 他一拳一拐地跟上部队的脚步, 邱一涵就是秉着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度过了漫漫长征。 一段征程本没有什么精神可言, 但这些长征的红军们, 用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创造出了属于长征的伟大精神。 邱一涵出身于红色家庭, 原名邱信珍, 于1907年12月27日, 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卢渡乡乡丁家园村, 他的父亲邱紫霞和哥哥邱炳都是中共党员, 父亲邱紫霞更是任同股县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 哥哥邱炳曾任相恶干省经济部长, 后来他们都成了劣势。 在父兄的影响下, 邱一涵对革命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经常和哥哥一起讨论革命之深夜, 兄妹俩有着一样的抱负。 邱炳当然举双手赞成妹妹, 在哥哥的支持下, 也是为了心中的革命, 邱一涵放弃了读书的机会, 转而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带领着群众们反抗国民党的倾脚, 即使后来父亲和哥哥相接去世, 也没给邱一涵带来一丝恐惧。 众所周知, 革命是需要牺牲的,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就这样邱一涵也不负众望地 踏上了父亲和哥哥一样的道路。 在1929年时, 那时邱一涵已经23岁了, 他一直带着父亲们打乡身土豪, 帮助贫下中农翻身做主, 更是为了能加入共产党, 他一直充满着激情, 每天扛着博客枪, 穿得精精神神地往那一站, 不知道多么活泼有朝气。 一个打扮朴素的男子, 意外看到忙得热火朝天的邱一涵, 跟身边的战友咨询了一下, 才知道这个女孩叫邱一涵, 男子跟邱一涵搭话, 笑着问他, 看你这前前后后地忙得不可开交,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共青团员, 说起自己的身份, 邱一涵的脊背就挺得更直了, 像颗笔直的小白羊, 那你咋会有枪? 男人看看他身后的博客枪,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自己脚来的。 邱一涵警惕地看着这个男人, 看着面目老实的, 怎么问题那么多? 哼,你别紧张, 我知道那是你反脚来的, 邱一涵诧异, 他怎么知道? 这个男人就是袁国平, 袁国平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前来平将视察, 偶然看见这个女子, 被他那种勇于反抗和坚韧的性格所吸引,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他们一家竟然都是中共党员, 这简直是袁国平梦中的革命眷侣, 经过袁国平的热烈追求, 心思想环绕下的两人结婚了, 这是爱情的结合, 也是革命的结合, 邱一涵在丈夫袁国平的指引下, 于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在后来的日子里, 邱一涵和丈夫一共孕育过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在当时的环境中, 大部分红军战士的子女都被寄养在别人家, 他们的大女儿袁亚因也没能例外, 被送回平江卢栋乡老家, 也就是邱一涵的外婆家, 夫妻俩根本没时间去看这个可怜的孩子, 她甚至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后来邱一涵的外婆因为年迈去世, 袁亚因就沦落成了别人家的童养席, 二女儿也被送到乡下, 因为无钱治病, 只能等死, 邱一涵知道两个女儿的结局如此悲惨, 她又怎么不伤心欲绝, 但是为了革命, 为了国家, 她不能回去, 革命不缺她一个, 但是革命党员中的每一个都和她一样, 缺哪一个都不行, 如果人人都觉得不缺自己一人, 那革命能交给谁, 终于在1939年的5月, 邱一涵和袁国平的小儿子出生了, 对于这个孩子, 夫妻俩又是开心, 又是担心, 开心她的出生, 担心她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夫妻俩决定给她取名振威, 寓意振我国威, 希望她能够带着家人们对祖国和振威的美好期盼和祖国意气成长, 然后将她送往袁国平母亲那里, 1941年当时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 国民党的白冲洗发电给叶庞朱等人, 强行命令他们率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在一个月内赶到黄河北面, 这个命令太过于荒谬, 但是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还是照办了, 但是此时上头又传来消息, 原来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早就密谋想要在转移路上袭击新四军, 国民党表面是为了防日, 实际上是和日军一起将新四军八路军两面夹击给干掉, 但为了顾全大举, 中央给出了表面和缓, 实际抵抗, 有软有硬, 针锋相对的十二次方针, 让军队时刻注意提防着国民党, 1941年1月4日, 叶庭向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在景县的云岭出发, 但千访万访, 还是在茂林地区受到了国民党的袭击, 同月的1月7号, 国民党在率领8万多人埋伏在云岭, 那里丛山环绕, 到处都是断崖绝壁, 新四军只有九千多人, 被八万多的国民党埋伏后, 打了个措手不及, 叶庭带着部下奋力抵抗, 这个直爽的男人气愤地质问国民党领队的顾祝彤, 但此时顾祝彤和他并不是在一个抗日的战友了, 而是敌人, 叶庭带着部队浴血奋战了七天, 打的是弹尽两绝, 新四军也从原来的九千多人, 只剩下不到三千人, 叶庭也觉得这件事需要找到国民党好好谈谈, 于是要求谈判, 无料敌人竟如此狡诈, 双方开战部杀来时, 他们却将叶庭及其部下扣押下来, 以傅秋涛为首的剩余干部明白, 他们明白不能再跟国民党他们僵持下去了, 于是试图突围出去, 但在突围的途中,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却不幸被子弹打落在地, 但队员没有放弃他, 战士们轮流背着负伤的袁国平借水路逃走, 因为国民党的扫射, 背着袁国平的战士不幸被击中, 袁国平也落入水中, 但总有战士将他捞起来, 袁国平哀起不幸, 推开战友的手, 我已经不行了, 不能再拖累战士们了, 你们先走, 主任, 我们一定不会放弃你的, 背着袁国平的小战士身上湿淋淋的, 都是血和水混在一起, 浸透进袁国平的心灵, 突然小战士身体量强了一下, 袁国平差点再落入水中, 身上的衣巾很快被尽头, 不同于清澈的水, 刺眼的红色蔓延开来, 袁国平再也受不了, 推开想要拉开自己的战士嘶吼道, 这样谁也走不了, 我不想拖累部队, 快走, 你们想让我死也不能安心吗? 说着, 他举起枪对着自己沟通了班级, 那年袁国平35岁, 战士们的脸上沾满的不知是血水还是泪水, 看着宁愿死也不肯再拖累他们的主任, 战士们决心, 就是死也要让部队冲出包围, 激烈的冲锋再次发起, 在这场由国民党阴谋下的宛南事变, 我军还牺牲了副军长向英, 参谋长周子昆等优秀革命战士, 消息传回邱一汉的身边,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竟然牺牲了, 他看着自己给丈夫纳的鞋底抱在怀里, 再抬头, 已经是泪流满面, 孩子丈夫都离他而去, 只剩下党了, 革命必须成功, 在丈夫去世后, 邱一汉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党和国家身上, 直到1956年11月2日, 因患癌症在南京逝世, 他才得以停下脚步, 享年49岁, 在这些年, 他曾担任各种科长, 主任, 书记, 委员等多达十几种重要职务, 在位期间一直兢兢业业, 为民为党, 其实从这一系列的职位上看, 邱一汉短短的一生都被工作充实着, 他无暇思考自己的孩子, 自己早逝的丈夫, 但他心里想的, 嘴里念的都是党和国家, 在邱一汉的葬礼上, 不仅有他会集的签名群众前来为他送行, 还有近几十名的将领和百名领导, 其中步伐中将上将, 因为在为革命的成功道路上, 邱一汉奉献了自己整个人生, 花木兰替父行群打仗, 邱一汉也用他的行动表示, 谁说女子不如男, 妇女也顶半边天,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朋友, 不妨点点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您的阅读, 咱们下期再见。